一開始 女兒是女兒的距離 為殺人兇手被逼 因為律師 有時候必須要昧得良心對不對 就是 這一個案件 他跟女兒的距離 其實非常相近 案件的委託 他殺死了他的表哥 不管你是兇手 你是被害人 你都有法律上基本的權利 但是你幫他辯護 你打贏的官司 但是被害家屬呢 被害人的家屬 他們其實是親戚關係 也會對我們叫囂 你有沒有被破費 就被加囂 你有沒有被破費 還一樣喔 白米炸彈課辯護 減輕他的法律 我們台灣加入WKO 稻米也要大量進口 他就做了這17顆炸彈 當時檢方是以意圖犯罪 而制造暴力 是無期徒刑以上 他跟這種最少跟台灣主張 他對國家有功 因為炸彈施放的時候 社會很恐慌 我還會他們用這個去跟美方談判 所以他用剩下五年十年 所謂罰官也是憑個人感覺判案的嘛 比如說等了三年半 我就直接判一個七年 為什麼 我國中同學打過我 好… 男個人應付 好可怕 浴師與豪好的距離 我們不能免俗啊 這個人家公視確實拍出來很好的 好好看 好多人都覺得好看 我實在還沒有看過 我們今天錄影 今天晚上要播完結片 不過倒是希望 這個商業電視台拍出來的 會好一點 要不然會拉走一些受視率 這是我們 真的很厲害啦 這個電視的生態很難以解釋的 歡迎憲哥 他們就是演我們與二的距離 你們就是與二的距離 讓我來跟你介紹 這位是殺人兇手的爸爸 小明爸… 你竟然以親兵入關 對… 隔壁這個比較委屈一點 隔壁這個是 一四月的後母 兩個都有演是不是 對… 兩個都有演 但他們不是夫妻喔 他們完全沒有關係喔 憲哥不會那麼委屈 哪會啊 憲哥你介紹一下 你們這個戲 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能夠 等於是破了紀錄你知道嗎 這個我也是意想不到 當然第一個 他故事吸引人比較寫實 他完全是社會的一個 現象的一個反應 無差別殺人士 對… 然後加上製作單位 這個劇本寫得很好 寫得很好 然後又很寫實 然後最主要是劇之拍攝 阿金裡面演的是 我在裡面是演一個 思覺失調症的後母 等於我們家庭是在探討 比如說思覺失調症的家屬 他們的心裡的一些 心路歷程 怎麼處理 所以你看也會牽扯到 很多法律層面的東西對不對 對啊 比如說今天你們來太棒了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這些故事 他們今天是要來告訴他們 這五位都是我們大律師 沒錯 先歡迎你們 歡迎 然後他們在這一生當中 會經歷過很多他意想不到 連他自己都覺得 意想不到的東西 有滿荒謬的也有的 但是介紹完別人中天的 這個律師心系也要介紹一下 最佳利益 這個天心姐姐 然後鍾晨翰 還有也有演這二的距離的 溫生豪 也有在演這部新戲 最佳利益 所以5月11號 每週六晚間10點 就可以在中天娛樂台看到啦 是…希望大家好好支持一下 好的戲大家支持嘛 對不對 歡迎這五位 第一位 不得了 張平真 大律師 國際商務仲裁專家 入行27年 27年 妳的話筒 各位 各位…話筒 拿下話筒 來 第二位國際法律專家 入行15年的 劉瑋廷大律師 劉瑋廷 你好 律師好 來 再來一位 民刑士法律專家 入行有7年的之間 我們的蘇毅全大律師 是的 好 再來是余韋德入行五年 民刑士訴訟及談判協商專家 好 厲害了 來 歡迎 再來是陳佑欣入行11年 社會抗爭義務辯護 11年 你看 都是不同領域耶 其實 這個資歷加起來都快80年 對啊 好不好 我們咱們一點一滴來分享一下 憲哥以前有找過律師嘛 有 來 謝謝 護甘大使 因為這是圈內人嘛 我會比較有安全感 因為我們找律師 也是希望說能夠安心一點嘛 怕有時候律師兩面人 那很恐怖 鄉民多貴 最主要是因為聽說律師費很貴 很貴 對 以前不懂嘛 就覺得找律師那可能要花不少錢 對… 尤其是好萊塢電影看多了有沒有 對 律師費都是上百萬的 嚇死人了 憲哥 但是我們要利用我們的優勢 怎麼樣 律師都很喜歡接我的案子 真的嗎 因為他知道大案子一幹就紅了嘛 是這樣子喔 要幹大案子… 那他不如去代言氧氣人生 謝正伍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紅 對 你又變成民主持人了對不對 阿菁呢 阿菁有找過律師嗎 我沒有 但是我媽媽有 我覺得 就是以前要離婚的時候 她要跟我爸離婚的時候 然後離不了 然後離不了的時候 打離婚官司 對 打離婚官司 然後法院會有很多那個 然後他們就會看 很無助的人 很需要幫忙的人 就說交給我…搞定 然後給多少錢 然後我就搞定 然後我媽好像遇過兩三次 後來是真的遇到一個很好的女婿 妳今天要不要利用這機會 現場指認一下 難道就你嗎 這應該不是女婿喔 不是喔… 對 沒有這回事… OK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分享 你們也提供意見好不好 好的 最想看哪一條 來… 我們字本上有很多很有趣的 來挑一個 來… 我想看那個上億財產老闆 全是裝出來的 誰 哪一位 上億財產老闆 陳又欣律師 那時候我記得我遇到 這位當事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上市公司的那種老闆 那財產大家都知道很有錢 然後都很有知名度 豪宅就三四間了 有知名度啊 有知名度… 然後就覺得那太棒了 這個就開始幫他處理一點小事情 他就說 他當時有時候難免做生意的時候 有些現金上會需要一點周轉 找了朋友周轉 結果發現怎麼越來越怪 怎麼一開始借點錢 他利息當然偏高了點 然後後來又要求要設定抵押權 防止他的豪宅什麼 要求給人家設定一大堆 結果有的沒的 就越想越怪了 就來找我來幫忙 可是在處理到後來 就覺得越來越怪 對啊 是處理掉了 但這樣怎麼好像真的很缺錢 因為他怎麼又引進了新的人 去借錢 委託你來有官司的訴訟 沒想到你都是在幫他處理 這些有的沒的 才有的沒的 奇怪 而且到最後忽然驚覺 等一下怎麼律師費 忽然跟我談了 說要打個折啦 換一點付啊 改成通告費 對 憲哥…他這個算不算 然後我偷機了這樣 對 就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 是光鮮亮麗的 怎麼走到之後連律師費 這比起來一點點錢了 他那個現金都是幾千萬 幾千萬在處理的 怎麼會 我們律師費那邊一點點就 有錢人都嘛 是省吃鹼用來的 對 不然他怎麼會有錢 對啊 你可不能省律師費啊 我們努力幫忙 你終於看到他致富的原因了 那我好好學習一下 我覺得律師應該會 所謂的這個雇主 底細要查清楚吧 底細都沒有查清楚 你就借他案子 沒有… 他們現在很聰明 就拿一個合約來簽了字 就準備要付錢了 他才開始辦事了 光是資訊 張大律師你最資深是不是這樣 你們應該也被騙怕了吧對不對 但是我基本上都做公益案件為主 所以收錢的情況不太多 那不就跟我們豬腳是一樣的嗎 沒有 你現在好像跟他們撇得 一清二楚 對 我是做公益的 跟他們不一樣 沒有那種同課 其實剛剛不是這意思 只是因為個人的姻緣 姻緣 姻緣不一樣 就一直在這方面 譬如說幫一些命案申冤 來… 既然這樣的話 來 我就聽你的 你想講哪一條 哪一個… 這個…兇嫌上訴這個 這裡 兇殺嫌疑人被判無罪 對 要幫助被害家屬上訴 現在目前這件最久了 這進入第28年 真的嗎 28年 等於你一定是這一行 一個官司28年 我是最近這四年才介入這個案件 但是刑事打完了 刑事訴訟是因為 那個訴審法結案了 可是民事沒有打完 天啊 大律師來 我們都搞不清楚 蘇建合案 應該叫吳明翰夫婦被害案 就是命案 是… 但是這個案子很奇怪 一開始律師把他定調 這個蘇建合案的時候 變成蘇建合他們是被害人 然後他會一直主張 他們被警方刑囚 所以這大家的焦點 一直被社運的人 一直放在上面 但是我現在問你一個 很難的問題 你看我真的應該調去調查局上班 好…你問… 好會問喔 大律師 你今天在這裡 媒體大家也都聽得到 看得到 問你一個問題 好 你知不知道 確不確定 蘇建合是不是真的參與其中 其實你並不知道對不對 當然知道 不知道要花這個四年 我自己加入這個二審的四年 然後開了二十五次體 難怪你還在演藝圈 對 而且我是因為感應 在法院開庭感應到冤魂之後 去追蹤這個案子 感應 你也是官帝君託夢給你 真的假的 不要說那家了啦 但是你學的是科學的 你學的是法律怎麼跟… 因為這個法律是這樣 我們現在研究是陽間的法律 那實際上還有陰間的法律 真的 就這樣問 真的 叫陰律嘛 像這個東西就是真的 就是要天律的問題 天兵天降的問題 是… 所以我們在辦公罵的時候 要根據陰律來做那個指示 學員的安排 今天是律師還是法師 我們有看錯嗎 這個真的是 他有兩個身分 真的是 對啦 有靈界的這個所謂陰律的問題 真的 我知道這個張律師很有名的 難怪他會走公益路線 對 而且他有時候還會穿那個 技工的道服對不對 是不是技工袍就是你嘛 好酷喔 原來喔 但是我要講回來 講回來 還好他啦 這年 真的是第28年 準備上訴三審 我說民事的部分 他那個是判死刑耶 對 但是後來因為訴審法 他們我們被害人不能再上訴 所以就定驗了嘛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關鍵有一個部分 就是過去的行凶的菜刀 被移送軍方之後被埋掉了 後來挖出來 但是因為經過台科大 北科大的見識 他應該就是行凶的菜刀 可是法院沒有做判斷 所以我就在民事程序 希望集中在這裡 找到挖菜刀的軍事檢察官 證明說這個刀真的是原來的拔 高等法院命令這個 國內的四大見識機關 要檢驗這菜刀 到底沒有維護肌症 DNA的時候 OK 被所有的機關拒絕 他們說這是民事案件 不是刑案 所以拒絕檢驗 所以二審我們沒有打贏 就部分勝訴而已 這當年好大好大一件事 很久以前 菁哥應該有這個印象吧 有啊 所以你看公益律事長 很接受 對 第一個案子就這種大案 天啊 我們後面 還有 還有更特別的 來 還想看哪一條 來 菁哥你選一條 菁哥請選 那個律師當事人造謠騙財騙色 律師被當事人造謠騙財騙色 反過來對客戶提告 那要很有說服力喔 這是哪一位 就妳 我看妳就是專門處理這種 騙財騙色 怎麼樣… 因為我之前有幫一個當事人辯護 然後辯護的過程當中 也請他提供一些資料給我 然後後來發現他提供很多假資料給我 提供假資料的話 理所當然我們秉持了律師良心 我們一定要跟法院呈報說 可能要解除違認 不適合再繼續擔任他的律師 後來一旦解除違認之後沒想到 他居然就 跟誰有轉身 對 然後就開始 就可能上網去搜尋一些我的個資 或者是我的一些資料 然後他就捏造了一個不實的謠言 說我什麼欺騙某個女生 然後騙財又騙色 是騙他本人嗎 不是 騙某個女生 騙某個女生 然後 那是變成跟這個本案無關 對啊 沒有 重點是 他寄黑函給我所有法律顧問客戶 跟寄到我家樓上樓下的鄰居 所以你現在在行業裡面 知名度是很高的 對 就知名度大開 沒有 沒有 後來這個案子 我就直接對他提告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還在法院當中 他也認罪啊 對 他也在認罪 我覺得這個人是吃飽撐到啦 對啊 你跟律師鬥簡直是 對啊 幹嘛這樣 他們每天走衙門 跟在走廚房是一樣的 他怎麼可以鬥得過你呢 對啊… 來 阿欽你也選一條 來… 我要看那個殺害綠島龍王雕 還得一波嗎 這個也上新聞啊 對啊 那個很過渡 這上新聞龍王雕 這個可以讓你亂殺 這保育類的 這是不是大概這五年的事情 事態嚴重才來求助 來 龍王雕 誰殺的 應該是說那是我朋友的朋友啦 然後那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案件其實當初的時候 他應該是遞檢已經起訴完之後 然後才來問 然後問完之後 他就把所有證據拿給我看 然後我看完之後就跟他講說 你知不知道這滿嚴重的 然後他說跟我講說 我就跟檢察官講 然後我就把野生動物保護法 條文拉給他看 然後就跟他講說這這邊每一條 龍王雕 你們看看多漂亮 他雕類裡面他能夠叫做龍王雕 而且你知道因為這隻龍王雕 他在那個綠島的時候是 他可以非常親近人 他不怕人 所以很多人去潛水的時候 都是可以摸他 跟他有很好的感情 結果這個人他竟然 把他給抓了之後 你知道他賣給那個魚店 才賣四千塊 但是這個就是不能抓的啊 龍王雕哥 然後這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妳建議的方法就是妳認罪 然後求緩刑 然後教他一些比較柔性的方式 就是跟他講說可能本來 本來可能對媽媽沒有很好的話 就釋出 就是開始養媽媽嘛 打出媽媽牌 對… 然後小孩子的 本來原本可能沒有很愛小孩 就跟他講說 那就好好的養養小孩嘛 這樣真的有用嗎 然後民宿的 本來民宿如果經營的還不錯的話 就說你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跟法官講講看 最近經營的不是很好嗎 不知者應該是無罪啦 但是因為他這張態度問題 他租這個案件他當初在檢察官 因為他在那個地方其實經營民宿 或是那個地方活動很久了 所以他那時候在地檢的時候 就講說一開始是態度不是很好 後來又跟檢察官講說什麼 我又不知道這是保育類的 然後因為又被截圖上網 然後他自己又PO網 顯然檢察官就是 不相信他講的這個說詞 因為跟證物差距太大 所以他這件事情 就是引起台灣的公憤啊 因為這條魚很有名 而且他在在地那麼久了 他也知道他是 是他們的觀光的一個好朋友 憲哥 因為其實像我有在潛水 潛水圈的人都知道這條魚 對啊 他自己也有浮潛嘛 所以說他說不知道 就顯然檢察官權他唬爛的 但是問題是 他是確實把他打下來的 對啊 是啊 確實是 他親手殺了他 後來…判多久 後來就是30萬緩刑 對啊 法律上面就是30萬 因為動保法這個地方 他們最輕的本型就是6個月以上 也就是說法官要讓你去關 你幾乎是閃不掉 法官也是憑個人 我看你感覺我來判案 張廷徵求得減刑 無動線只以法官判決 白米炸彈課辯護減輕他的法理 我們台灣加入WTO 倒美要大量進行 他就做了這17顆炸彈 當時檢方聲音意圖犯罪而製造暴力 所以無期徒刑以上 那個被做就最少不要法官主 然後對國家有功 因為炸彈施放的時候 社會很恐慌 我要會他們用這個去跟美方談判 所以他又增加5年4年 所謂法官也是憑個人感覺判案的嘛 比如說本來三年半 我就職業判一個7年 為什麼 我國中同學打過我 我個人因素在 法官也是憑個人 我看你感覺我來判案的嘛 我們只能說法官通常是公正的 但是如果在他主官的空間裡 有審酌的餘地的時候 不要說什麼嘛 比如說關係人是不能互相判案 比如說好 我剛剛 你被抓進來 然後什麼通姦什麼 然後我剛剛要判你 我就抬一頭慢慢看 張婷真 這樣好 糟糕了 本來要判比如三年半 我就職業判一個7年不得假釋 為什麼 為什麼 有個人因素在裡面啦 有沒有這種情況 有啦 我覺得是可能的 是有 但是如果他察覺他可以要求說 我要換法官 可以 要理由對不對 那個法條上有特別講說 如果有利害衝突的時候 或是他們有相關 有親戚關係等等之類 你可以要求法官回避 申請規避 對…因為他們避免就是說 因為個人的因素造成審判不公 賢哥 我是久病成良藝人嘛 對不對 你也有被整過 律師…都會跟妳講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 這個法官不好搞 個性你們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他這個只要遇到那種什麼 他最討厭你們藝人 很多那麼完全想辦法 不過跟賢哥報告 曾經有律師開庭的時候 一開庭的時候發現 在上面的女法官 對面的女檢察官 跟坐在旁邊的女書機官 好帥喔 曾經真實發生過這個事情 我們只見過金鐘獎前女友 跟… 這個有 世紀大和解 這個有啦 有啦… 我手上就是跟各位道場不太一樣 因為你們都處理陽間人事 跟陰間的就是 陰律的事情 我常常就… 我常常就會遇到畜生的事情 這是寶可夢啊 然後就 我之前有一個是他們打到三槍 對 然後他說我不知道那是三槍 我以為那是野狗 好像有看到這個新聞耶 有這個新聞 那原住民嘛 是不是你打三槍 不是 不是啦 山上的槍啦 山槍 然後後來也就 後來也是就是幫他求情 就是反正沒有病的就會有病嘛 本來不養媽媽的都會養媽媽 本來沒有小孩突然要撫養小 可是律師你這樣講 是不是有點教他孩子大小啊 國取同情這事也在合情 可是因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就是我不這樣講 然後跟法官講 我覺得你看著我 然後我說法官我很可憐 你相信我 法官會相信你嘛 顯然是不會相信我 你要有相關的佐證 律師的目的 對啦 律師會教你 我們今天這一集的 這個意義不就在了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龍王雕千萬不要好不好 30萬 然後再緩刑你兩年 你敢亂動 直接抓去關六個月 對 你就好好的遊走就好了嘛 我們的法院 我們還是要給你按個讚好不好 還要罰該罰 這個該不會是洋汝門那個事情嘛 什麼… 白米炸彈啊 白米炸彈科辯護 減輕他的罰則 我們今天想聽是哪一位 白米炸彈 來… 張律師 這個洋汝門這個事件 他的訴求是什麼 他訴求是 我們已經不想聽怎麼判怎麼 因為我們看太多了 他的訴求是什麼 因為當時台灣加入WTO之後 那個美方倒米要大量進口台灣 他剛好從部隊退役下來 然後他的阿公阿嬤 都很政產 都還要種田嘛 很辛苦嘛 他認為那時候 民進黨政府剛執政 對於這個農民沒有照顧 所以他就是反對倒米進口 而且還希望政府照顧弱勢 所以他那時候是 用這樣的激烈的手段 去做對政府的抗爭 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時候 當時沒有人願意幫他辯護 所以二林鎮跟方苑鄉的農民 就發起一個人捐100塊 要幫他募這個律師費 找律師 對 當時我 我已經離開律師界大概六年了 可是我看沒有人幫他辯護 我就義務的去 去… 去決定做去幫他辯護 後來好玩是在哪裡 這個案子裡面 因為他想要賺到50萬的檢舉獎金 所以他跟他弟弟去 跑到中正一分局去檢舉他 但是進去之後他弟弟車禍過 所以他有點說話不太流利 而且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長 叫黃金田 他下來跟他談的時候 大概40分鐘都沒有結果 所以楊如門等不住了 就從外面的車上 走進中正一派出所 去自首 50萬就沒賺到 沒有 就是因為他還想賺到50萬 所以他一直保持接末 所以我們幫他辯護的時候 他不講真相嘛 可是在審判的過程中 一審的時候我就要求說 警方必須提供錄影帶 證明說他們逮捕他的過程 而且警方的遺送書上寫 是被一個便衣刑警逮捕他 OK 那我說那到底是哪一個人 事實上沒有 事實上是他投案 他是自首的 他們那天我跟法官主張說 這兩方面都不敢講 一個是說弟弟你去 乾脆叫你自己…台貪北來嘛 對… 你就去報案 然後臨走這50萬 你還養家活口 哥哥我進來關沒關係 反正我就犯了這案嘛 對… 結果就大家都不講 然後要不然真的英雄好案都不講 我們必須要站在辯護人的立場 必須要想辦法還原真相 交叉結問的時候問他 因為自首跟被抓那是18件事 因為這個案子 當時檢方是以所謂 意圖犯罪而制造暴力 是無期徒刑以上之罪 最少判無期徒刑 自首是當時可以應檢 一定減半嘛 所以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還原 減半頂多就12 15年 後來判7年半 7年半 7年半後來二審 我又請賴信員去說他對國家有功 所以他又減了這個二十幾個月 所以又剩下五年十個月 所謂有功的部分是突 沒有 凸顯這一件社會問題 因為當時17件炸彈施放的時候 社會很恐慌嘛 每次都頭版頭條 但是一直沒有 警方沒有破案 因為他非常小心的放置這些炸彈 對 那個談判的這個國安會的制衣委員 他們用這個去跟美方談判的時候 做談判的籌碼 案子還被破獲的錢做籌碼 說我們國內有這一個狀態 有這種事情對農民沒辦法抗議 因為韓國人抗議都多厲害 制焚都會制焚 為了農民 了解… 所以白米就沒有再進來 沒有 就擋住了 擋住 所以對國家有說 所以後來二審法院就幫他減刑 最後是 這樣也不是一個辦法 我經常在講 大家要仔細聽嘛 我就講過 貨出得去 人盡的我來 台灣發大財 這不是你講的吧 這不是你講的 我也有講 這是我認識一位這個韓大叔講的 是… 是 但是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這些稻米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要出去的話 這可能牽扯到所謂的外交 當然啦 就變成世界問題了 對 這問題就過大 我們昨天再討論好不好 OK的… 就來 為殺人兇手辯護 與惡的距離 我覺得這一條比較有意思 有戲 來 因為律師 有時候必須要媚得良心對不對 就是 這就是吳康仁的那個角色嘛 我給錢給得多 你是不是要幫我辯護 沒有 你只要付費給我 不管你是誰 基本上他們都可以接 也就是說你是不分黑白 你是被告或者你是原告 他都可以接 同一個案件 對 那這個呢 這是為兇手辯護咧 來 那就要問 我來問一下 來 劉律師… 人夫願扛行責 吳宗憲看傳背後陰謀 人夫未幫小三脫罪 密謀小三告自己強制性交 新聞那件嘛 對啊 跟小三歪語以後 又生下小孩 又一定會被告統計 但是沒想到這個小三說 小孩會出生是因為 我被他強制性交 如果他承認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還得了 人夫真的願意承認 讓小三脫罪 他是要讓原配說 我去那裡看他對你也沒好處 所以我們這個事就算了 憲哥真的很有經驗 好… 你這兇手辯護咧 來 那就要問 我來分享 劉律師… 我來分享 好像剛剛檢賞大哥最常問的 就是說這個人是殺人兇手 你為什麼要幫他辯護 其實我們跟各位講 我們律師的養成教育 不管你是兇手 你是被害人 你都有法律上基本的權利 我們不是幫你把黑的變白的 我們只是讓真相呈現 你的權利受到保護而已 但是法家講的就是白馬飛馬 他們就可以把這個活的 講成死的 死的講成活的 然後他是一個殺人 他侵害人權的這個人 但是你幫他辯護 你贏了 你打贏了官司 但是被害家屬呢 受傷害 怎麼辦 對啊 來 請繼續 對不起 所以這個案件 其實它有一點特別 它跟這個 我們餘二的距離 其實非常相近 我協助到 我是透過法服的基金會 然後有一個這個案件的委託 發現這是一個 他殺死了他的表哥 所以你接手幫他辯護 我接手幫他辯護 沒有到被剖分 沒有被剖分 你有沒有老婆懷孕肚子很大 還好我老婆也是律師 那就不一樣 劇情不一樣啦 的確被害人的家屬 是在法庭外面或是在法庭裡面 因為他們其實是親戚關係 是有很多的情緒 也會對我們叫囂 甚至他也會說 這樣子的精神病患 你幫他辯護 如果他無罪或怎麼樣 將來再出去 是不是又會再害到別人 這是社會上最常問的問題 是這個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講 其實這個案例 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省思 狀況是這樣 的確他是一個從小到大 常常進出精神病院的一個 嚴重的精神病患 也就是說 他其實父母生下來就是這樣 那一樣在這個家庭裡面長大 他跟他的姐姐一起長大 可是他的姐姐一直來告訴我們 我弟弟真的不是故意去殺 這一個他的表哥的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段過去 小時候我跟我的表哥還有弟弟 我們生活在一個 四合院大家庭裡面 我的表哥比較強壯 有一天我還是國小的時候 他到我的房間裡強暴了我 我的弟弟也在場 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抗拒這件事 所以對他弟弟來講 他覺得這也是他弟弟 一個很深刻的痛 後來他們長大了 創傷他們不敢跟任何人講 也不敢報警 這個表哥 被殺這個表哥後來 有坦承這件事嗎 已經躺在… 掛了 對 已經掛了 被殺了 法院有送這個弟弟 去做所謂精神鑑定 包括說為什麼你會做這件事 還有你從小的生長過程 對 其實弟弟也一樣有提過 他說這個表哥很壞 還會欺負他姐姐 當然他的表達不是很好 他會殺死他這個表哥 也是在一個 剛好他們過年一起回家 回到這個故鄉的時候 這個表哥又對於這個姐姐 有一些挑釁輕挑的動作 所以弟弟在喝醉酒的狀況下 才衝出來拿一把水果刀 就往這個表哥肚子刺下去了 OK 所以我說我們雖然身為律師 在幫一個殺人犯辯護 可是我們其實只是 讓這個真相去呈現 他該判什麼罪 那是他應得的 可是我們把他過往 曾經發生的故事 讓法官了解去知道 這是我們的任務 而不是把這些都掩蓋起來 對 他很可惡 都判死刑… 這個不是律師該說的 這種人倫悲劇 有些有沒有 殺害父母親或什麼這些 看得真的是觸目驚心 對啊 是不是這樣 來 憲哥 還好我們生的女兒多 怎麼也怕 就一個女兒 女兒比較好對不對 女兒比較 對 還有那個兒子 真的兒子說要做一個炸彈 去炸市政府的 這種也有耶 我們都認識 對啊 對 就是我兒子 還滿熟的 看下一條 開玩笑的… 來 第二個 警方離譜疏師 害當事人被加重罪刑 這麼恐怖啊 警方的離譜疏師 來…是哪一位 來… 是 我要先強調 是 所有我們國家所有的警方 都很認真辦案 對 包括我也認識很多警察 不用先敲毒 這是特殊…的案例 法院裡面燒毒會對 是… 因為我當事人他有一天來找我 說他被起訴 那個 刑法上叫重力罪 然後後來我看一下他的借據 他說因為有一個A女 來跟他借錢 他也不知道借據怎麼寫 他就說那借據你自己寫 那A女寫一個借據的時候 那個借據上面寫 但是那個月 那個下面那兩撇 凸出來一點點而已 就變成日息 就有凸出來 但是凸出來一點點 但後來那個A女 還不出錢來之後 她就去向地檢署提告說 我當事人涉嫌犯放高利貸 重力罪 後來在警方的調查過程當中 警方就問我當事人說 這是日息還是月息 然後我當事人說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警察 在旁邊就說 日啦 然後怎麼可能是月 月息的話一年才12% 日息的話一年365% 這一定是日對不對 日息對不對 才叫高利貸這樣子 對 然後我當事人說 我不懂那什麼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警察說 是不是日息 是喔 然後他也不懂就懵懂就簽名了 他怎麼可以不懂呢 你借100萬 你一個月跟人家收1萬塊 這個是功德啊 對不對 簡哥你以前都借到5分的 我付他多少利息不就出來了嗎 因為他是想 是寫這樣嘛 這樣嘛 是不是 是這樣 對…差不多這個意思 有沒有… 對… 到底是月還是日 這樣嘛 那就月嘛 對… 所以反而是律師在講說 沒有啦 這個不是日啦 這是月 月息一分就 但是憲哥我補充 那兩邊沒有那麼短 再長一點 再長一點…對不對 這樣 對…再長一點 這樣… 是…這樣比較像月 這樣可以嗎 有差嗎 有差…差很多 所以根本是你在做怪才是 沒有…麻… 但是後來那個起訴之後 到法院印象很深刻 對方坐在我對面的檢察官 他那時候可能證據 也沒有很仔細的看 他就說 這是我職業二十幾年來 第一次遇到 立席收到幾百%的 真的是太可惡了 請法官從重量刑 日息一分的意思就是說 借一百萬 一天還一萬 一個月要三十萬 最後我當時很無罪 這個算高利貸 當然高利貸 這個算是月 這個算30% 還得出來 沒有… 我跟你講 月息 30% 月息 不是夜息喔 這個算不一樣喔 這個算… 喂 月息兩分半以上就有機會被判重力了 對 憲哥今天 當然啦 是… 沒有 我們社會上做生意 你以前都是跟人家借不及 沒有…我跟你講 不管我們有沒有跟人家借 我這一生到這一刻 還沒有跟任何一個朋友 拿過一毛錢的利息 不是啦 我是說你付人家多少利息 以前有我們的資金需要的時候 也會入壓 可是一般民間三分很平常 平常 很平常… 但是到30分那就是高利 對 實務上的話 大概一年不要超過36% 基本上都不會算構成重力罪 這個真的朋友們理解很多 好 來… 這複雜了 人夫未幫小三脫罪 密謀小三告自己強制性交 這個是哪一位啊 這也是最近的新聞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這個遇到人夫外遇的事情 人夫外遇 你上新聞那一件嘛 對啊 才最近 這個很有名啊 人夫 通常在這種狀況下很難脫罪 醫院證明一看就知道嘛 人證物證就在這裡 DNA一驗都是啦 對 所以一定是發生關係 才會生出小孩嘛 所以一定是會被告童節 不可能游泳游進去的嘛 對 不是…不小心 比較醒來主辦就有 所以這種狀況下 幾乎我們這個 當事人來找我們辯護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看這個通姦罪 認一認比較快 講白一點就是物證人證什麼都有 這個很難辯駁啦 但是沒想到 這個小三真的很厲害 他跟這個人夫說 我告訴你 我們雖然住在一起 現在住在一起 也撫養這個小孩 可是當年這個小孩會出生 不是 我跟他合意發生的 可是今天這個人夫就 他實際上這個原配都還在 講白一點就是 如果你現在一直跟小三生活 可能不只有一次嘛 對不對 可是很難證明 說人夫跟小三 還有第二次第三次 因為沒有桌間在床 也沒有其他的這個物證可以證明 就唯一能證明就是 生下的這個小孩 如果能夠突破說這個小孩 本身並不是因為合意 通姦所生的話 所以等於說這個小三回頭 去告他這個先生說 當時會懷這個小孩 是因為被他講 我爸那個時候是第一銀行的行員 他就買了一張股票 高層的主管有人涉案 我爸就連帶被起訴 內線交易跟貪污 一張股票 那個時候才剛考上法律系 就發現怎麼會這樣起訴 因為當時一起買這張股票的人 有很多 你們是其中一個對不對 確實是有滿多人買 太多朋友因為這個被告了 憲哥 現在還有一個朋友 還在被告 說這個小三回頭去告他這個先生 說當時會懷這個小孩 是因為被他強 強奸的 沒錯 可是我們說真的啦 兩個人已經 憲哥這一招要學強 現在已經大家都看到這招了 這個人夫也要承認說他強奸他 而且如果他承認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超級無敵重的 那不是開玩笑的喔 已經過了追溯期了吧 沒有 沒過 當然沒過 還沒 那還得了 通姦只要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他不是罪很重 對啊 強奸罪啊 沒錯啊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真愛無敵 讓小三脫罪 那他自己咧 自己願意去進牢裡面去關 就進去了 沒有 他是以戰逼合嘛 他是要讓原配說 我去看對你也沒好處 發生就發生了 他會這樣告我們 所以我們這個事就算了 我覺得憲哥真的很有經驗 因為我本身就 你跟…有處理過 你處理過這個 但是他還是進去關了啊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到最後 這個…對 這個原配其實他得了癌症 他覺得他希望 他自己跟其實跟這個仁夫 是有生三個小孩 他希望仁夫好好對待他 這三個小孩 所以在他臨終之前 突然撤回 對於小三還有仁夫的訴訟 這個通姦訴訟 然後就過世了 過世 然後他當然也沒有告他強奸嘛 對 後來也沒有告 我覺得那個太太好悲情喔 等於小三扶正啦 對啊 最後應該就也就扶正了 對 所以我們不曉得 最後有沒有扶正了 感情的事情 而且是在上了TVBS的新聞 有沒有看到 來 為總統及總統夫人辯護啦 大條耶 是…是哪一人 不是你啊 你處理這個大條的 怎麼樣 你覺得這好精采喔 這個就是我們前任總統 陳水扁總統 還有他的太太吳淑貞女士 辯護哪一的 辯護國務基要費的案子 就是SOGO李娟那個案子 對 那個鬧得非常大 對 那個時候鬧 就是新聞幾乎24小時 不斷的一直播 所以播到連我們這些 當律師的都很辛苦 因為不管你吃滷肉飯 還是去買鹹酥雞 大家都會認出 追問你 對 都會追問我們 對 然後包括記者 也都是24小時會一直追 然後他們隨時要去監看說 你有沒有再去跟總統 或是總統的幕僚開會 要了解後續啦 對 然後我們也都會被監聽 後來那個判有罪嗎 後來其實打到後面有暫停審判 暫停審判 因為那個時候他還是總統啊 他是總統 後來這個吳淑貞 吳夫人 他本身身體的狀況也不好 所以一直就沒有辦法 進入審判程序 所以到現在依舊是 就嚴膽在那邊 對 有嚴膽在那邊 然後也有部分人有判 這個案子沒有結就對了 沒有結案就對了 對… 隨時都可以再啟動 對 隨身體的狀況 來 大哥 剪哥 你是剪哥還是你是檢調單位 我要了解這個 這為什麼可以停 這個以後我們也可以用啊 我們也可以申請 對… 庭審 延宕 是不是 延宕 可以嗎 對 主要是因為 夫人身體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審判 我身體不好 你要有醫生能夠願意 幫你開出這樣的證明 我叔叔是醫生嘛 不用… 不用現在安排啦 剪哥 你有什麼重要的事啊 有備無患沒錯 了解 亂開證明是換醫生要去關 真的不能假的 來… 學以致用為父親洗刷罪名 自己的爸爸被告 誰的爸爸被告啊 誰敢 哪一位… 壹荃 苦楚就我爸 怎麼樣… 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案件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說我們家人對司法 有一點不太信任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我爸當時 我… 大家在座的應該 對司法的信任度應該都沒有 到很高 不高啦 對 尤其是我們 我們同行有時候遇到某些法官 跟檢察官有時候也會覺得 也很無言啦 但我家這一件其實大概超過十年 我爸那個時候是第一銀行的行員 不要懷疑就行員 然後他就買了一張股票 但是因為可能當時我們 第一銀行高層的主管有人涉案 結果我爸就連帶被起訴 一張股票 一張股票也會被起訴喔 對 反正貪污跟內線交易的 法定型都滿高的 相信各位都知道 然後這時候當然就是 一定就是一路打 就是堅持我們就無罪 那個時候才大學剛學的時候 有跟看一下家裡的面捐證 就發現怎麼會這樣起訴 覺得有一點瞎 因為是吊塔局那邊的 然後那時候爸爸 那一張股票是獲利肥錢是嗎 沒有 那一張股票後來還賠錢 賠錢都 只要股票 你說它是內線交易 然後後來是賠錢 一般都無罪 沒有 不是…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太多朋友 因為這個被告了 有 憲哥現在還有一個朋友 還在被告 你真的是不要講那麼多話好不好 真正是這樣 因為你說內線交易 然後股票還賠錢怎麼可能 我是覺得一張股票也要告 這個會不會吹毛秋池 一張股票 好 比如說你這個 比如200塊的好了 夠高了吧 你有一張股票也不過20萬而已 沒有 我家那張股票大概 就是那時候他們大概19萬多 你看嘛 190幾塊的股價 就是其實是不是 也不是說很有價值的股票 就這樣子 那結果呢 然後一路就是反正 就是從這個案件 就陪伴我們家一路走來 反正就是從剛考上法律系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爸爸的律師朋友 我們就再來討論 我那時候我爸的朋友 就有跟他講一句話說 這種調查局的案件 通常檢察官跟法官 不想要去得罪調查局機關 就基本上如果有起訴的話 就是會 就是會讓他宰城宰福 對 這樣拖過了這樣的時間 你要有一天遇到有一個法官 比較講難聽一點 比較有魄力的 他覺得真的有 真的覺得沒有真意 他才會判無罪 我雖然沒有一起經歷 但我已經知道了 因為當時一起買這張股票的人 有很多 你們是其中一個 辣椅 對不對 不是啦 等一下 對不對 是什麼… 是 確實是有滿多人買的 你看嘛 還這麼說嗎 我本來要去調查局上班的耶 你差一點講錯要被去關耶 你要不要坐好啊 一定是 那一把他就變成當然共犯 因為可能嘛 內線交易的嫌疑 沒有 當然檢調他們這樣懷疑 我們只能說 我們也只能尊重 可是後來在 因為他們一審被判 本來是被判有罪 後來上去之後 回來之後 是二審 就是更衣上去的時候是無罪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檢察官 不停的上訴 我爸那時候不太能理解 就是不太能諒解 就是司法的人員就是這個原因 你如果你們覺得 真正有疑問的情況底下 你們怎麼會去牽連到我們這些 就講白一點這麼外圍的人 這些證據明明就很明顯了 然後因為我爸媽都是 當時都是義雲的那個什麼 都是行員 只要在銀行界 如果你有因為涉案的話 然後你大概就沒有 你就沒有工作 不會沒有工作啦 沒有升籤 升籤大概都五萬 然後他們退休之後 其實現在退休過得也滿好的 我覺得有時候 也是啦 塞翁施馬嘛 先給我補充一下 那個民眾對於司法部先生 其實有時候是起來有志的 因為我有一個案件是 我當事人二審的時候 他是被判肇事逃逸 被判八個月 然後後來我們幫他上訴 最高法院的時候 因為上訴到最高法院 他會分案看分給哪個法官 哪個骨別去審理 我們就一直不斷去查 那時候最高法院的書記官 是跟我們說還沒有分案 後來過了大概一個禮拜多之後 就突然收到一個判決說 那時候我就打電話去跟書記官 開始跟他們抗議跟他們罵 我說我們在查的過程當中 你們說還沒有分給 哪一個法官來審理 為什麼突然收到一個判決 跟我說上訴駁回了 然後後來書記官說 他們也很抱歉 因為可能系統上有些疏失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在寫書狀上去 特地講這個事情 是 對 我申平第一次遇到 最高法院發喊來跟我們道歉 然後請我們再補理由 所以我們如果要上訴要再補理由 雖然最後我們還是上訴撥回 但是最後那個判決 變成是罪有價值判決之一 程序正義嘛 對不對 不過這邊是 以前最高法院有一個習慣 他們不給人家查案好 有時候我們一查 或我們其實不是用查的 我們通常用月券的方式 因為我去月券印資料 我就知道是哪個法官成省 一月券他們就換法官 以前最高法院有這個習慣 他們就是讓你沒有買的機會 對 讓你沒有買的機會 沒有收鷹 他們沒有走後門的這個狀態 盡量維持公正這樣 來…我們來看 醫療過失常委食物人 得不到任何賠償 這個我們都遇得到的是 這個我們都遇得到的事情耶 這個我… 這個其實剛好跟剛剛那個 蘇律師講的剛好相反 蘇律師的家人是被 強制的一直要去追究他的責任 但他可能沒有責任 但我的這個狀況是說我們呢 我是這個醫療蘇事的這個被害人 病人 我們一直去追究這個醫生的一些責任 其實醫生的責任有幾個好明確 就是說譬如說他動了某一項手術 可是他的醫療紀錄裡面 完全沒寫 當然 因為他那一個手術 可能會導致這個 發生植物人的狀態 他的醫療紀錄裡面 是完全空白不寫的 可是其實他有做 其實他有做 後來他在偵查中也承認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說 好吧 到底醫療上 會不會造成他變成植物人 我們也不敢說 醫師才是專業 我們就尊重你 可是你漏血東西 這個至少你就業務登載不實 你不可以故意填在假的這種 醫療紀錄囉 結果檢察官在他的 不起訴處分數裡面 居然針對這一塊完全沒有寫 就是說一個字都沒有提 我們告了好像沒有告過一樣 他就把這件事完全的忽略掉 就完全被消失 我們上訴到高檢署的 在意到高檢署的時候 高檢署回了一個函說 請我們再等一等 結果等了也是都沒有下文 我們後來要重新告一次 現在才又繼續的去審理說 到底這個漏掉 是不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所以這個狀況說實在話 也是一發生只要一次 大概民眾對司法就會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 對… 剛剛聊了很多那個張大律師 後來知道你是不太一樣 你怎麼謀生呢 朋友多到處幫人吃飯 車什麼 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這樣子 像流浪 你到處趁飯是嗎 你能不能介紹一下 你那些朋友 有這麼好的方法 他太客氣了 你真的就是做公益這樣 沒有啦 這是使命吧 因為基本上家裡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的那個父母親奉養 家裡有錢啦 對啦 比較自由的很大 有錢做公得啦 對啦 好事 也好… 生命的有興趣啦 本來也就是這樣啦 對不對 然後這個我們當然 最好都沒有任何的官司 對啊 輕輕鬆鬆 快快樂的 不要真的發聲 對啊 到現在都三十幾個 對不對 不需要真的發聲 我們有事沒事看看劇就好 最佳利益就可以讓大家看到了 男的帥女的美好不好 三十幾個都打贏耶 你乖乖啦 你先去打那個演唱會 天心啦 鍾丞翰 溫成豪他們演的最佳利益 是的 5月11號每週六晚間 10點在中天娛樂台播出 是 謝謝憲哥 阿晋 謝謝 謝謝各位主持 謝謝阿彌士 謝謝 謝謝